走 怎麼你剛才真以為 我要上去打人家 那也不是 嚇我一跳 方秘書你怎麼來了 我 我聽說有人開不了車 找了個代價 焦奶奶 這是什麼呀 焦奶奶 今天辛苦了 這是我們點心意 請焦娜 謝謝 放後給姜吧 來來來來 喂 姐 小孩的用品打折 我给孩子买了不少 行 回头给你送过去 怎么这么多婴儿用品呢 当然是送人的 不然我买来干吗 没听过谁家生孩子呀 我买给宋太太的 他们家二公尺 你不是送过了吗 送过了不能再送啊 宋太太对我那么好 小孩儿东西又不嫌多 那行 改天我跟你一起去送 正好 我也好久没见宋贤了 不用了 你们太太们聊天 男人再不方便 随你吧 上车 客气什么呀 对了阿姨 我哥说的那句话呢 肯定不是开玩笑的 到时候你要真看上哪套房子 我保证才给你打折 哎呀 那太谢谢你和你哥了 那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事儿 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阿姨再见 再见 哎 伯伯 嗯 这个是我妈做的点心 她知道今天我来见你 特地让我带给你 真的 太好了 我就喜欢吃阿姨做的东西 回头接着替我谢谢阿姨 嗯 刚才打不了起来吃饭 嗯 那我走了 嗯 路上小心点 嗯 嗯 嗯 雨生 我想你今天让我过来 不是为了看房子 你是让我帮你来认人的 你怀疑刚才那个女的 是霍芝 嗯 被您看穿了 唉 雨生 其实 这个女孩子也挺不错的 我欠你还是把货帜 给忘了吧 哦 不是 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当然也是朋友关系 没那么简单吧 看得出来 你们家人都是满喜欢她的 这就是缘分 每个人 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缘分 这个女孩儿 我有点麻烦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送您回去吧 不用了 其实啊 我也很想见到霍芝 只可惜刚才那个女孩儿 不是 我劝你 还是别多想了 我走了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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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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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好好玩 这帮人要互相乐会儿了 家嘛 本来就是一个 让人放松的地方 上班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回了家 就应该放松一点 对吧 家人应该以 互相安慰 互相扶持 互相取暖的方式存在 怎么了 你说的这种家 这种家人 我也想要 哥 你看看这是什么 饼干吗 不是啊 这是陈与生的妈妈 亲手给我做的 爱心饼干 有什么区别吗 你们不是普通朋友吗 什么意思 我们俩现在是普通朋友 他现在还是不喜欢我 但并不代表以后不会啊 他早晚得拜在 我的石榴裙下 哎 我要是他 我死也不拜倒 你的石榴裙下 不过你听我说 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别跟我说什么 陈与生接近我是有目的的 就算你不喜欢 我跟他在一起 你也阻拦不了我 我这次没有阻拦你们啊 你又还不知道吗 我越不让你干什么 偏要干 这次我要看一看 你们两个 最后能走到什么地步 洗澡 哥 你是不是也觉得 陈与生很有才华呀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他呀 承认吧你 你就算陈与生再好 要是有个不怎么样的妈 到最后难过的还是你 这事啊 又不着你管 他妈对我好着呢 我们还一起做伺候呢 家庭 施丽 你说谁施丽啊 我没说什么呀 我是说 这大晚上吃饼干 小心消化不良 我乐意 你想吃到我的小能力吗 没机会 你看那个镜头 我肚子疼向上厕所 我进 快快 你叫你吗 不是啊 不认识 我肚子疼向上厕所 我肚子疼快带我去厕所吧 去厕所吧 去厕所 去厕所 他那时候的表情 应该不是我的错觉 我肚子疼向上厕所 它蛮不肚子疼向上厕所 牛子疼向上厕所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情愫在这儿教书呢 神神秘秘 你这到底在怀疑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在怀疑什么 希望我没白忙一场 不是 没见过这个样子 这不情愫送吧这帮 货枝 这怎么回事啊 张总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王院长 我想问一下 这是谁啊 他怎么叫货枝呢 他曾经是我们这儿的 美术老师 四个月以前 他已经离职了 你看我忙的 连照片都忘了 给他换下来了 你有多的联系方式吗 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 我想见他 他离职以后 跟我们所有的人 都断了联系 这可能是与他 不愿意想起 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有关系吧 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情 对不起 这个呀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是我见过 最有责任心 最爱这份工作的诱儿教师 这可能是与他 在福利院长大有关系的 福利院 他在婴儿的时候 就被人扔到了 福利院门口 所以说 他特别希望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也特别喜欢小孩子 只可惜 以后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啊 我买齐了 你还想要点什么名车 好 我知道了 晚个小时底后见 看错了 你还想要点赞 什么 他来了 开饭了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你说这个陈凛生 带王运长买什么房子 他根本就是怀疑我 所以才带王运长去 准备拆穿我 还好我姐聪明 及时去救场 不然我肯定就穿帮了 哎呀 你呢 就把心放肚子里 我昨天已经跟我妈说过了 肯定是看错人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就知道 你在啊 肯定都没问题的 所以啊 我做了一顿好饭 来 靠来靠来你 哎呦 算你有良心 不过不是我说你啊 你胆子真够大 居然敢去拍广告 我那叫赶鸭子上架 没办法呀 这孩子的医药费那么贵 姐姐需要这笔钱 要钱问江家要啊 江家有的是钱 再说了 就算江家人再不代言他 他也不能老带着孩子 在外头 死也不回江家呀 姐姐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我啊能帮就帮呗 你长点脑子呀霍之 我怎么觉得这事 没这么简单呢 哎 你说这孩子 是不是江村的呀 要不然他总不敢 回江家呀 别胡说八道了 不许你侮辱我姐 那我问你 你想不想回江家 我当然想啊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你说 这秦英素不是害怕 江家没人给他撑腰吗 这江家能给秦英素撑腰的人 不是江村 那是谁啊 江老爷子 哪个爷爷 不想抱孙子呀 对呀 你可真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啊 你可真聪明 干杯 马洁 你这做的什么面条啊 这是给人吃的吗 伯儿 我真不会做这种外国面条 家里只有这个 要不你凑合吃一顿 凑合 你不会煮你可以不煮啊 家里没菜你可以出去买啊 你这一天都干嘛了 我今天去超市了 看见英素买了很多菜 我以为他会亲自下厨 给你们一个惊喜 后来学校老师打电话 说我儿子 在学校跟人打架了 我就去了趟学校 回到家 没看见英素 所以就没菜了 他还没回来 没有啊 电话也没一个 吃了吧 没法吃 英素 怎么了 马洁 你不是说他买菜了吗 菜呢 我明明看见英素 买了很多菜啊 我去看妈了 顺便给她弄点吃的 哄她开心 有什么问题吗 你出去也不知道 说一声啊 我又不是姜家的鸟 难不成 你要在我身上 装个GPS啊 不好吃是吧 不好吃一会儿 下别的面给你 行不行啊 嗯 别小急大做 下次不回家 跟大家说一声 别让大家都担心着你 对不起啊 算我不对 不不不 英素 都是我不好 我应该问一嘴子 我以后一定注意 博儿 要不您先去休息 我现在就去超市给你买 等你买回来我早饿死了 干嘛去 注意找吃的 该给好饭都没法吃了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想到 对不起啊 我 那我先上去了 我想问一下啊 这是谁啊 他怎么叫霍芝呢 他曾经是我们这儿的 美术老师 四个月以前 他已经离职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是我见过的 最有责任心 最热爱这份工作的 幼儿教师 这可能是与他 在福利院长大 有关系吧 喂 你去福利院打听一下 我打听自己 马杰说你晚上 没怎么吃东西 嗯 你要不尝尝这个 你抱的 嗯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草召去妈那儿 应该跟马杰说一声的 你说得也对 你可以不用 汇报你的行程 但起码你应该想想 家里人会不会担心你 真的会担心我吗 当然 要不怎么能说是 一家人呢 对不起啊 好吃 感谢我妈妈做的味道 那我觉得你是夸我了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死了 很多记忆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可我记得 她很喜欢吃这种小馄饨 常常给我给我吃 常常给我给我吃 我很想她 我听马杰说了一些 她其实也很关心你的 连事情我一直都想不清 如果有一点我肯定 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要互相宽容 有什么事情 大家一定要说出来 一家人一起解决 对吗 那当然 你看这个干什么呀 你 你 你拍了不就是 给 给人看的吗 你别以为我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不会拍这种照片 你赶紧 别别别别别 别傻 别傻 我还有用 我还有用 你 你帮我先回去了 好 这又长得这么小的人吗 真要我长得这么小的人吗 好香 好香 就是 好香啊 你想什么呢 姐跟姜村是夫妻 人家看几张照片怎么了 真是的 她不会发现了吧 这么多 你看 我跟姐姐找这么小 我会露笑啊 我会睡吧 你看 我说你想什么呢 不许互相 好 其实这个家 没姐姐说我那么差 为什么就不想回来呢 要是我啊 有这么一个家 高兴还来不及 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姐姐 好好地守住这个家 我去福利院 打听过了 获知确实是个工人 从小在这个 方舟福利院长大 后来执高毕业 她就进了阳光幼儿园 当老师 我又去了幼儿园了 但是几个月前 她因为当职的时候 差一点弄丢了一孩子 被幼儿园解雇了 她弄丢了人家的孩子 没听是差一点啊 孩子没丢 但是孩子指认就是获知 带她离开的幼儿园 孩子她妈 非说她是人犯的 最后虽然没什么证据 但是获知 还是迫于压力 不得不离开幼儿园 然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其实我也不明白了 你说你怎么对这个 获知这么伤心 就算她长得特别像秦英素 但是从目前这情况来看 他们俩肯定不是一个人 难不成 你有收集屁 想把长得像秦英素的勇人 全都收集起来 要不是你在开车 我一定一久 就把你踢下去 你信吗 幸亏我在开车 我也不知道 我想查出什么结果 可自从秦英素失忆以后 很多事情都非常不一样 也包括你自己吧 说实话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啊 被哪个女人这么伤心 就算是当初你坚定她要去 秦英素进门 可是后来 也没见你对她 花了多少心思吧 我就是忍不住想要了解她 想丢下她的一切 真是好事 那老爷子知道了肯定高兴 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我觉得秦英素我知 他们 双胞胎 你说要不 两个人长得这么像 完了还没血缘关系 那是不是太奇葩了 这种可能性我也想过 如果秦英素有一个双胞胎 这姐妹的话 她一直都没有提过呢 她不提也就罢了 她妈妈也从来没提过 那万一人家有什么苦衷呢 如果她真的是英素的妹妹 我倒可以帮帮她 这男人要是真动个心啊 这真是可怕 她的唐唐的霸道总裁 分分钟 变成纯情小丈夫 你滚 下车扔车跑去 我闭嘴了 闭嘴了 你们可一定要加油啊 阿姨一定会让你们 早点见到爸爸的 加油 喂 姐 我已经见过大夫了 她说孩子都挺稳定的 我还挺高兴的 这还多亏了这笔广告费呢 大夫说医药费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姐 你这事这样也不行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江村啊 我觉得 她肯定会喜欢两个孩子的 其实她 我比你了解江村 她根本就不喜欢孩子 孩子要是健康也好 可是偏偏又这样 我要是现在告诉她的话 她肯定会觉得 我跟两个孩子是负担 可是也有可能 她愿意跟你一起 照顾两个孩子啊 她毕竟是孩子的父亲啊 不可能 江家除了江老爷子 没有人会真心 几话这两个孩子的 我知道 就算为了姐姐 再忍耐一下好吗 我知道了 但是这样毕竟不是办法 早点说出来 对你跟孩子多好 我知道 我会尽快想办法的 来 这个给你 别着急 过来 这边这边 给 来 这个给你 给你 谢谢 今天画得这么错啊 阿姨 江先生 你怎么来了 江太太呢 我自己来了 我们本来约好了 要来福利院看孩子的 她说她忙 没想到安排您来了 看来您跟孩子们都很熟啊 我对这儿也不是太熟悉 我给你介绍一个熟悉的人 认识吧 他是这儿的义工 以前也是在这儿长大的 现在学成归来 准备为这儿出份力 稍等啊 好 小王 过来一下 过来的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江村先生 你好 你好 这样 你带江总转一下这儿 行 江总 我先去陪孩子了 你们先转一下 好 你俩先逛着啊 江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谢谢 这边请 我们这福利院啊 一共有四个教室 未来呢 我们还想建一个影音室 给孩子们用 总体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影音室 我来吧 你留号啊 反正都是帮孩子 我们也愿意出份力 谢谢 谢谢 实在太好了 其实呢 我知道你 你姓江 你是我们秦岛著名的企业家 据说江太太是我们的义工 你看我这刚回来不久 我对她也不是太了解 我没想到你们夫妻 对我们福利院这么上心 真是太感谢了 江总 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尽管问我就可以了 是这样 听说你们福利院 原来有个叫护知的人 是吗 有啊 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 一个朋友认识 想请他到家里当家教 原来他不是幼儿园的教师吗 嗯 后来突然联系不上他了 才听说 他出了点事情 你们别听行文乱说 小智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她一直很照顾我们的 就算是她后来 独立搬出了福利院 但是她经常回来 看这里的孩子的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那样 伤害小孩子的人 你先别着急 我们也相信她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想联系她 你有她的亲人的联系方式吗 我十年前被人领养之后 就出国了 我最近也是刚回来 这情况不是太了解 对了 我刚想起来 我刚回来那几天 有一天冯院长 突然特别开心地跟我说 说小智姐原来有一个姐姐 已经找到福利院了 你能联系到她吗 这个冯院长没有说 其实小智姐她一直特别希望 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亲人 所以冯院长当时特别开心 她就说 说小智姐 再也不用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还说终于有人可以照顾她了 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情呢 你及时跟我联系 好好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按照小晓说的 秦英素应该一早就找到了霍制 说不定还跟她相认了 霍制在这儿长大 而秦英素瞒着我在这儿做了 两个月的义工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秦英素藏得够深的 可她为什么要瞒着你呢 也许啊咱们现在都猜错了 万一这些这这都不可能呢 对不对 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还是侮辱我的智商 我说的是万一的 张总 小王啊 张总 哎 我刚才又去了 服务院长办公室一趟 我找到这个电话 可能是小智姐的 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谢谢 您客气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能尽快找到小智姐 她现在应该很难受吧 如果找到她的话 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那我先走了 江总 谢谢 查一下 我打了 把她过去 这下没有万一了 看来她真的是 藏了一个双胞胎姐妹 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 为什么 敢跟我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 都不准备跟我说话呢 不过现在开始 我有点相信你了 那又是为什么 秦英素绝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 也不会用这种语气来跟我说话 不管她心里多么恨我 讨厌我 她都不会表达出来 我不管以前的秦英素 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但现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才不希望跟你回什么家呢 比其回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家 还不如待在医院里呢 停车 停车 好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晕车了 不至于吧 不就是你老婆 有个双胞胎妹妹没告诉你吗 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她又不是说 在外边找了个男人 给你戴了个绿帽子 我在想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想 秦英素当时进医院的时候 大夫说她脑中的血块 并不影响什么 可是她居然失忆了 而且失忆得如此彻底 博二说她是装的 我也怀疑她 后来我发现她真的把 我跟她之前的事情忘了一个二次 我就相信她了 你的意思是 秦英素不是真实义 我回忆她根本就不是秦英素 她是获智 她装失忆 只怕我们认出她来 是 家村啊 你好样的 刮目相看 你 真的 你这想象力 不是一般的风俗 我没开玩笑 不是 那我问你 那真的秦英素呢 无缘无故 这秦英素 为什么变成了获知了呢 我也没想清楚 但当务之急 我要先弄清楚 在我身边的这个地方 是获知还是秦英素 你怎么弄清楚 验DNA啊 他们是双胞胎 那DNA都是一样的 总会有办法 姐姐 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江村呢 既然这样 那就是能去找那个 唯一能帮助机械的人吗 爸 你看这床单我刚洗过 还晒了 你摸摸还热乎了 真是的啊 这忙活一上午来 赶休息啊 博儿 你送你嫂子回去吧 我嫂子还用我送啊 一个电话 我哥立马就飞过来 两个人搞得跟初恋一样 肉麻得我浑身起起皮疙瘩 博儿 别当上爸说这些啊 说这些也没关系啊 家和万世新嘛 你说啊 你跟江村现在 什么都好 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差了个孩子 你就急着想抱孙子 也不想想博儿的婚事 我的事不用想不用想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数 啊 那可不行啊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不能冲动 这事必须要听你爸的 得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安阿姨 你不是最疼我的吗 连你也这么想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陈领生配不上我们江家吗 那有些人 这还不如陈领生呢 还不是一样大摇大摆 进我们江家呀 博儿 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博儿这是我心里有数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啊 好 博儿 你送送我 嗯 好 爸 那我先走了 好 省得耽误某些人 再有点现殷勤 爸 你好好休养啊 还说 还说 女主啊 别往心里去啊 那博儿 我会找机会说说她的 没事 江村不是也说了吗 博儿就是有点任性 其实没什么坏心眼的 这看样子 你跟江村 你们两个 现在 沟通越来越多了是吧 还行吧 爸 你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养老院越住了 这毛病越多 头老是感觉晕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的安阿姨要给我配药 还要给我扎针 人老了就是不能到医院里去 慧气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当着你爸的面 别当着你爸的面给秦苏脸色看 你说你惹得你爸不高兴有什么好处啊 我才不管呢 大不了的就是爱我爸几句骂嘛 我就是看不惯秦苏那个样子 在家勾搭我哥 又跑到这儿来装孝术 你别管他真的假的 重要是你爸爸就吃这一套啊 你想想 现在你哥在公司大全独揽 要是秦苏再把你爸哄得团团转 你说你以后在江家 谁还给你撑腰啊 我爸才不会呢 摩尔留点心眼吧 攥在手里的才是最真的 别犯傻啊 安阿姨啊 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现在也乖乖去上班 连我哥都说我表现越来越好 那可太好了 不过那个陈领生 阿姨跟你说我就觉得他 安阿姨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您的 但陈领生的事情您就别管了 连我爸都说他不管了 再说您又不是我 是 我就是你们家的家庭医生 但是博尔 阿姨从小看见你长大的 阿姨没有孩子 你也没有妈妈 我愿意为你多操点心 不过你要是觉得我多管闲事 那以后我就不管了 安阿姨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 小的时候 我就经常在想 你要是我妈妈该多好啊 你一直都那么疼 刚才那句话 是我说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要不然 嗯 我陪你去吃饭 去 SPA 然后逛街 给你赔罪好不好 别生气了 好不好 好了 去上班吧 阿姨不会生你的气了 啊 阿姨对 走吧 走吧 走 哎呀 其实你啊 也别太钻拥点尖了 啊 万一是咱们想错了呢 万一人家秦英素真的失忆了 对吧 万一你怎么今天 这么喜欢说万一啊 因为我的小心脏 也需要承受太多太多 喂 喂 喂 方秘书 你跟江苏在一块吗 是我 你是不是手机落在家里了 我看见方秘书给我打了 未接来电 我还以为你要手机呢 没错 电话是我让他打的 这样 我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你帮我把手机送到公司去 我有急事 嗯 知道了 你想干什么呀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来 来 谁要是给我 你要干什么 给我 去 你也太粗心了吧 手机都落在家里了 我刚去了探疗养院 所以耽误了一会儿 给 给你就拿着呀 乌龟远煮 我走了 等等 我要去见个朋友 跟我一起吧 我就不去了 我待会还要去福利院 做医工呢 再说了 你看我今天穿上这样 也不合适 你去吧 没事 你 来 我来 去吧 笑嘘吗 你今天开车开得挺顺利的嘛 都没有犯俘连症 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了 还是丢丢练车了 往往我心里有更愤怒的事情 要说话 孤路正会被抵消 什么事儿 谁又软领了 没事了 对了 进去挑点衣服吧 不用了 家裡衣服多的是 夠穿了 真是奇怪 前後現在會幫你省錢嗎 方秘書 你好 方秘書 我哥呢他在嗎 陳臨生只好有一些 設計上的細節 要我哥做決定的 我做表主啊 姜總跟姜太太約好了 她們先走了 估計今天直接回家 不回公司 什麼 她現在為了她老婆 連公司都不回了 她想幹嘛呀她 行了小態勢 這是公司不是家裡 給姜總留點面子 要不我先回去吧 明天我再來 那可不行 今天的事情 必須今天辦了 她不在公司工作 就在家裡工作 你晚上去我家 你只要喜歡就好 天哪 衣服也太貴了吧 一件用一萬多 不要了不要了 沒關係 給我老婆買東西 你只要喜歡就好 你不是说 我以前常常 连陪你逛街的时间 都没有吗 今天我全都满足你 姜太太 您之前在我们这儿 预定的新款 都已经到货了 我之前给您打电话 您怎么不接呢 我以前经常来这儿 买东西吗 从来没有控制手总过 挑两件合适的 真的不用再挑了 您预定的款式 我自作主张的 给您留了两件 太好了 拿出来给她试一下 好 试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衣服 不太适合我 我再看看吧 要不我进去帮你选吗 别别别 那个 你别进来 姜先生 刚才的眼光一向很挑剔 我又给她选了两件 好 好 姜太太 不好意思啊 姜太太 来 这样 这些东西我帮你拿着 你再帮我选一些 更好看的给她 好 谢谢 你进来干吗 你赶紧出去 你要不想让别人来看热闹 你就大声地喊 我来时要看看你这件衣服 到底哪儿不合适 姜太太 我又给您拿了两件 您再试试吧 不用了 把这些都包起来 好 刷卡 好 谢谢 这姜先生跟姜太太的感情是真好 是吗 这你都看得出来 难怪姜太太是越来越漂亮 身材也越来越好了 是吗 如果以后还有更合适的 麻烦你再给我推荐 我就喜欢我喜欢的女人 穿得漂亮亮的 一定 姜太太 这身衣服非常适合你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你看够没有啊 他们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啊 你好像真的比以前瘦了 就好像脸色也好了很多 就是 胸围好像小了 流氓 怎么就流氓了 我是你老公 你别忘了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今天在哪儿受了气 怕是爸又骂你了 你可别着我撒气 你停车 停车干吗 我来到后面去坐 到后面去坐干什么呀 这是高速 停不了车 那你别胡说八道了 哦 你不觉得刚才 花钱的感觉特别爽吗 不管喜欢了什么 看上眼的 都有人给你刷卡买单 我觉得 不怎么样 你不是很着急吗 你好好开你的车吧 开车开车开车 欢迎光临 急什么呀 赶紧见完你的朋友 赶紧走人 我今天出门算是没看皇帝 哪儿哪儿都不顺 我也一样 出门没看皇帝 哪儿哪儿都不顺 你先进去 不是去餐厅吗 去客房干吗 餐厅的私密性不好 今天跟客户 有很多商业机密要谈 什么 怎么 怕我卖了你 对吗